台運最好的生效有三個 同學在2024年的時候 會忽然有一種心想事成的感覺 就是他感覺自己的直覺爆發了 他不管怎麼想這個錢能賺 他明天就能把他賺進來 而且更有趣的是 他不需要靠別人 真的很多人重視事業運 對 工作運動就好壞 嗨 怎麼用 同學則是 掌握大權 得償所望 他會忽然間得到很多意外的權利 忽然得到很大的提升 而且都是他內心想要很久的 他都會得到 我們做一些事 總得讓自己過得好一點吧 沒錯 我們講一下這個 在2024年比較特別是假成年 假成年是這個假年的時候 因為舞曲心會化科 所以大家記得在初一十五的時候 以前如果有拜拜的習慣 可以在今年多拜財神爺 就是每到初一十五的時候 就去這個財神廟 今年會特別領延 因為今年是這個夏園九孕的第一年 也就是我們講禮火孕 所以你找到這個 房子 天望二十年 小宇宙大爆發 生活房子好 一一集發 大家好 我是怡婷 新禮愧囉 過去一年呢 謝謝大家支持小宇宙大爆發 是不是也跟著我們一起 健康財富一起大爆發 好運都來 那展望2024年 新的一年呢 我們就要告別一些隨遇 迎來好運氣 有沒有那種 什麼樣的做法 可以躺著就隨時賺錢 或是躺著 電池進到口袋裡來呢 或者是我們生活上 做一些調整 可能讓自己運勢更好呢 今天我們針對這樣的話題 跟大家好好來分享囉 首先歡迎 我們大家很喜歡的 傑莎黎老師 哈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新年快樂 接下來我們浮誇一下 浮誇甜心凱蒂 對對對 我們就是要這麼浮誇 衣服上努力 對 穿金帶銀 今年的密碼 等一下跟大家講 小龍女凱蒂 其實去年 運氣好像還不錯對不對 你還算 過去一年你滿意嗎 非常滿意 2023應該是我人生 對巔峰的一年 不能這樣講 因為你後面還有更多的巔峰 對 不能這樣講 還可以知道 目前為止你覺得 比較滿意的一年 怎麼說 因為那一年我出了 我的第一本寫真書跟三文 然後 這個出書其實很 大家都說 很簡單出書就是你花錢就有 沒有這個是出版社 主動找我出書的 就是非常的榮幸 然後出完書之後呢 還跟我的女神李多慧 就是我們啦啦隊的天花板 可以跟她同台應援 然後就是我很多粉絲 是因為她的關係 就是可能認識到我 就是對於我榮顏 就非常幸運 然後到了去年 2023年年末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實境節目 叫做炸裂把女孩 我是裡面的一個固定班體 就是我們也是海選機制 這個很難進耶 這很難進 因為我們那個節目 它是女團養成的一個實境節目 所以製作單位 他們會找各方面 譬如說有YouTuber 有演員 有歌手 但是也有啦啦隊 但是就是名額很少 就是等於說 從萬中選一這樣子 就是選進來 所以我就是也蠻幸運 就是也加入那個節目 對那你最後是20幾個 24個之一 厲害耶 厲害耶 那個不容易耶 因為凱蒂在啦啦隊 好像待了15年 可以講嗎 蠻巧的 蠻資深的 算資深 然後就是一路 也是蠻辛苦的 很努力 因為這個是一個勞動的工作 對就是 對我都跟我朋友說我是老公 我就是靠勞力賺錢 然後大家都說 沒有你很好耶 你沒運動 就是還可以賺錢 而且又甜美的笑啊 大家都不知道 背後那麼辛苦 運動就可以賺錢 我說那不是運動 對我來說 那是勞動 那是勞動 那是一個工作 對就是非常辛苦 消耗很大 消耗很大 然後今天老師他可能 拉啦隊只認識 李多壞的林鄉 他說凱蒂是誰啊 就是 就是不會有人認識 就是我可能就是 默默根與奴隸的 一群人之一 就是我不管做再久 然後我可能 中間過程我還有去拍戲 就是拍戲好像 也沒有什麼收穫 可能大家都覺得說 我這個比較 比較西洋的臉孔去拍一些 本土劇 戲說台灣 你有看過嗎 你拍戲說台灣 對然後 然後很多朋友說 一定有火花 你一定會種 因為怎麼會有這種臉孔 去拍那種本土劇 因為你臉就是混血臉 然後我就演鬼啊 演小三啊 就被打 就是那種很 你知道嗎很誇張的劇情 我都演了 沒有就是沒有任何人看見 怎麼會這樣 然後他說怎麼辦 我試試 就是我在想說 是不是我一輩子 就只能這樣 老師他不能那麼灰心 不能不能 去年你覺得很棒 那是未來會越來越好 但老師他有提到一件事 他很努力一直在做 然後一直在工作崗位上 希望更多人看到 可是又沒有爆紅的機會 是不是有些人的面向 一看就是有機會爆紅 有些人面向比較難 其實我們知道 凱定後面 他說他去年不錯嘛 他接下來其實會 越來越紅 然後一路到 他人生的紅的高峰點 就是40歲開始 一路到50都會超級 40歲開始 對對對 他其實是有點像我們最近那個 新科影帝 是那個吳康仁 其實是有點像的一個面向狀態 慢熱感 就是說他們的人生 前面會有很多很多的挑戰 然後因為他們 那是養分嘛 對然後這種面向的一般來說 他們人生有很多自己的信念 和一種強勢的方向 那通常在40歲開始的時候 會怎麼樣 我們叫大隻雞丸蹄 就是會有爆發的一個機會 這主要是因為 對主要是因為他的山根很高 一般來說 山根高的人都有這樣特色 另外一種會爆紅面向 可能是全股上斜的 但比較少數 大家去看這個謝霆峰啊 劉德華啊 都會發現他們臉孔上 有一個斜的這種的方向 然後就上兩那種方向 對就他們的群股好像前面比較低 對就你看正面看起來比較低 然後會有種往斜上長 然後原來男生長那樣 那麼性格 是因為他好運會爆紅 對他們性格臉 對這面向學來說 他的胸腔系統 肩膀像不一樣 他們對於這個爆發力 對於事情的機會的抓奪度很高 所以他們會抓住機會 那女生一般這樣子的顴骨 都是企業家二代啦 比較多一點 就家裡面背景應該是很不錯 很有權力 要不然就是官的二代 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凱蒂的面向仔細看啦 就是之前幾年的奮鬥 因為他沒有那個很突出的全股 然後他的第二 就是他的山根是比較高的 所以是意味著接下來幾年 他要越來越好 對他會越來越好 而且會是非常之好 哇 我還覺得說我人生這樣就夠了 我真的是很容易滿足 那新的一年啦 有一些生肖 也有一些好運氣 對我們一個個跟大家看看 生肖部分呢 我們先來公佈喔 財運最好的 不好意思 新年我們大家想要多賺點錢 我們現在講這個財運最好的生肖 有三個啦 那這三個生肖分別是不同的狀態 但我覺得這三個生肖都很特別 是因為他們在二零二三年都蠻衰的 所以他們在二零二四年開始 其實整個運勢都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數十二同學 數十二同學應該很有感觸 在整個二零二三 感覺是衰了一整年衰到不行 我自己在錄那個農曆十二生肖 每個月的運勢的時候 都覺得這個蛇怎麼可以這麼衰 那二零二四年不一樣 數十二同學大爆發了 他們會非常之風光 而且他們這種成功呢 是他們賺的錢 每一分朋友都看得到 所有人都知道他發達了 賺了很多錢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發 那就叫大破大力啦 那再來第二個呢 也很發的是鼠牛 鼠牛同學是厚姬薄發 風風光光 這是什麼 鼠牛同學呢 在二零二四年的時候 會忽然有一種心想事成的感覺 就是他感覺自己的直覺爆發了 他不管怎麼想 這個錢能賺 他明天就能把他賺進來 而且更有趣的是 他不需要靠別人 他自己就可以把這些錢 全部賺起來 這麼牛 越跌越多越跌越多 所以非常非常的厲害 所以你有鼠牛同學 也是恭喜你啊 這是非常之好的 那鼠姬的同學比較有趣啊 鼠姬的同學是八面玲瓏 八方來財 就是在整個二零二四年你會認識 可能十倍於你前面一年認識的人的數量 然後這所有的人呢 都會帶給你各種錢財跟資源 所有的捧著錢來找你 然後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都超級想跟你當朋友 然後給你各種錢 所以鼠姬的同學也是財運非常厲害的 就不管這隻雞朝哪裡走 啄啄啄地上都是有米的 朋友就一直撒米給你 沒錯沒錯 非常開心 現在這三個生肖都沒我們的事啊 我等一下要公布我書什麼半年 你可不可以知道 屬兔屬龍喔 好財運最好的 這個也好把握 這三個生肖 那再來看看是桃花最旺 哪三個呢 那桃花最旺的話 首先來講第一個 第一個是這個屬豬的同學 屬豬的同學在二零二四年 真的是桃花旺到不行 他是首先自己呢 會有想婚或是要找到真愛的念頭 然後同時間呢 他遇到的對象呢 也是這個什麼真心誠意的 要跟他往下走 所以屬豬的同學恭喜你啊 這是真愛來臨貴氣桃花 因為代表對象又貴氣 然後本身又背景很不錯 所以是很好的對象 正桃花就對了 非常棒非常棒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屬兔的同學 屬兔屬兔 屬兔屬兔我屬兔 屬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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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同學呢在二零二四年會遇到很多跟你志同道合的異性 然後你們會覺得非常聊得來 但是我建議大家還是怎麼樣 如果單身的同學是 的確恭喜你啊 你們可以遇到知音往下走一起發展 或是那種靈魂伴侶的感覺 但是呢如果是我這種已婚的建議 還是這個發護於情直護於禮啊 對對對千萬不要這個出現意外好不好 對對對 那第三名呢是屬牛 又是屬牛 兩次了 牛真的好牛喔 非常爽 你說去年牛很衰 今年牛要大旺 去年對他們也蠻衰的 然後今年的這個屬牛的同學 2024年他是百花齊放 貴人桃花 什麼意思呢 屬牛的同學呢會忽然間發現 他怎麼又遇到這種精神上很浪漫的喜歡他的 又遇到也要他露體的 然後各種人都要他 對有的要靈有的要露 然後各種要 然後這種這種桃花更有趣的是 他不用主動他都是被動的 好喔 然後他沒有辦法做決定的時候 這些人就會把所有的資源跟好處 線上來 所以他是貴人桃花 他可能同時間有好多異性幫助 哪有這樣啊 財運又最好 然後那個桃花又最好 牛根本是皇帝了吧 對啊 皇帝啊大家都給他 太開心了 超級棒 而且這些異性都給他還不吃醋 就覺得給他我應該的 就送他 眾多一信給他 彼此都不會說 你比較喜歡誰 不會跟你吵鬧 不會不會 超棒喔 你現在桃花最旺這三個 如果已婚的人 給他們一點點告誡好不好 對 已婚的話 屬豬的可能會生小孩 要注意 就是如果是已婚 然後跟第一半 那會有愛的結局 有機會 有機會 那屬兔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容易這個精神上出軌 要不要注意啊 還是要保持一下自己的這個良知啊 最後一個是屬牛的 屬牛這個同學 我估計你就是無法控制啊 完蛋了 太忘了太多了 那建議大家就停留在商業合作上就好了 不要再下一步 我們轉化那個你對我的愛 我們轉化成合作 轉化成包 美好的合作 對不對我們不能有愛的結晶 我們可以有合作的結晶 轉化成禮物 對對對 就大家共好 就當好朋友就好 沒錯沒錯 包括情形指護理 記得不要變爛桃花 好我們再來公布 我大概很重視就是人緣啦 人緣很重要 我們來看第一個是屬猴的同學 我跟主持人一樣是屬猴的 人緣好 屬猴的是會遇到什麼 遇到這種容易有這個乾姐 然後乾妹 或是乾哥乾弟的狀態 會遇到一些人 你覺得跟他是可以這一輩子 永遠在一起相處 可是不是感情上的 是真的能夠合作往下走的人 知己是嗎 對 算是知己 而且是互相能幫忙的 你覺得一見到他 你就覺得很親切 血濃於水那種感覺 所以今年容易找到 一遇到就一見如故 BuddyBuddy那種好朋友 沒錯沒錯 然後是那種可以 來往非常多年的那種 那再來第二個呢 屬龍 屬龍也是貴上家貴 玩樂資源 哇 所以遇到很多很貴氣的人 很多大老闆 很多有權有勢的人 有資源的人 而且帶你去玩 就跟他各種各式各樣的 真的假的 我很久沒有玩了耶 我疫情開始到現在 我都沒有出過 努力工作 都是工作 就算出軌也都是工作 那你可能是工作應酬啊 你搞不好接下來會有很多 應酬是跟大老闆 或是有資源的人帶你 所以一邊工作一邊玩 也是有可能的 對對對 有可能有這個外景節目 對不對 是一邊玩一邊這個工作啊 有機會 然後那些都是我的貴人資源 沒錯沒錯 你會提吸我之類的 對對對 對你會很有幫助 很棒很棒很棒 好最像一個是這個屬老鼠 叫大樹乘糧意外之源 什麼意思 就屬老鼠的呢 我忽然感覺到 好像很多人需要他幫助 所有人都怎麼樣 跟他伸出這個 希望他幫助的手 所以然後他就發現他好像很能幫助所有人 然後他這個呢 因為他這個人秉持著善念 他想說好啦 我就來照顧大家 就沒想到這些 我以前古代講的 機民狗盜之輩 忽然間幫他搞定了很多事情 讓他的工作變得很順利 生意也很順利 所以他就是時刻三千 忽然間來幫他忙 所以屬的話 就是如果朋友需要你幫忙的話 你做得到的話就去幫他 沒錯沒錯 因為會有回報 對很多會依附著你 然後他最後會幫你解決一些 你想都沒想過的問題 對那我有問題 如果能力有限的話 那讓大家來找我幫忙怎麼辦 你就是安慰他吧 加油 精神的鼓勵也是 精神的鼓勵也算 對啊 我給他精神上的慰藉 然後讓他覺得我落難 你沒有瞧不起我 你還幫我當好朋友 真的真的 對所以我們不要把事情想那麼事快 一定要物質 血中送炭 所以人員會很好 那這個人員是會回來的 我們這三個生肖 我們可以把握一下 接下來最重要了 真的很多人重視事業運 工作運動到底好多快 那我們先來講這個 屬雞的在事業運動在2024年 我們講他 因為認識很多朋友 所以他是長袖善舞 節節高升 他這些新朋友 都會他工作上產生很多助力 還會提拔他 所以他就會一連串的升官 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屬牛的同學 則是掌握大權得償所望 哇牛是權重的 哇 基本上就是這個 什麼都有 牛什麼都有 他只差哪一個啊 事業運有啊 人際關係上 畢竟太好了嘛 大家可能嫉妒他 桃花那麼好 人際關係再好就糟了 對 因為他會掌握大權 他會忽然間得到很多意外的權力 忽然得到很大的提升 而且都是他內心想要很久的 他都會得到 那我們可以找生肖牛的來合作吧 可以可以 應該是不錯的 應該說你就是被他控制的人 我就是那個他的桃花 對 我是他的貴人這樣 最後一個是屬羊的 屬羊的很特別 屬羊的是所有好處都在遠方 所以他一定要遠行 可是他一旦遠行那一刻 他的這個事業運 就會忽然間瘋狂的攀升 他就會又要全新的機會 而且有確是他會停在那裡 回不來 真的 對然後導致自己在那邊 賺了很多錢 但是回不來 錢也回不來 錢回得來 但人回不來 人就卡在那了 對對對 但是事業運會很強化 但是真的有類似這樣的案例 所以就是出國工作就爆紅 對對對 在原本的自己的國家 可能沒有辦法 沒錯就要在留在那邊發展 對 就是乾脆留在當地 所以大家可以掌握一下 如果你屬羊 然後剛好又有一個遠行的機會 或許這是你的契機 可以把握一下 我們剛剛都一直羨慕牛 羨慕雞 都不錯 各位觀眾 你如果在看電視 發現自己沒被呼喚到 這個是屬狐馬狗的Messama What's wrong 他們怎麼了 快點是沒有存在感 還是這三個呢 這個狐馬狗 這個先講狗好了 狗是很直覺 大家通常講犯太歲的一種 叫沖太歲 對那基本上沖太歲的那一年 你的運氣一定不會太好 你的狀況一定是會覺得很多事都很不爽 對然後尤其要注意阿嬤的身體狀況 你說屬狗的阿嬤 屬狗的阿嬤 這個要很注意 他的阿嬤屬狗人的阿嬤 身體狀況要非常注意 就家人容易不是那麼順利 還是這樣 好那屬馬的同學呢 是他會覺得 應該說他會覺得一切 好像都要很好 可是最後總是陰錯陽差 沒他的分 他就覺得很怪 奇怪 一個白白努力 就是不管我怎麼想 我怎麼做 我都應該是我的阿 最後是別人的 對他這一整年都會有這種感覺 對這也是有趣的是 所有人都這樣覺得 包括他也覺得 但最後結局都不是他 是喔 所以他一定會覺得很無言 主要是這樣子 那再來是屬虎的 疏忽的原因是什麼 疏忽的原因本身是屬於這個 他壓力很大 原因是因為他疏忽的 在2023年已經很累了一年 2024年是累到 他會覺得懷疑至於 他還要再累喔 超級累 疏忽的會累到爆 而且他會跟他 因為他太累了 所以容易跟自己的長輩 或是主管吵架 他覺得你為什麼要剝削我呢 但是呢 其實他再過了這一關 後面就很好了 你說今年度過以後 對但就是太累了 要撐過去 所以他也是到遠方發展比較好 舒虎喔 比較不容易被剝削 就這樣 相對於他留守會好一點 沒錯 但他今年畢竟都不是太好 太辛苦了 就是要稍微保守一點 然後調整一下自己的情緒 不然你人和不好就 雪上加霜 但是 今天老師來 我們不能讓他 讓大家空手而歸 老師有準備一些 我們做一些事 總能讓自己過得好一點 沒錯沒錯 欸那我們剛剛榜上有名的 也可以好上加好吧 可以可以 全都做上去 更應該要做 行善積德 行善積德 我們講一下這個 在2024年 比較特別是假成年 假成年是這個 假年的時候呢 因為五曲心會畫科 五曲心就是造公民 也是我們常常看到五路財神廟 裡面的中路財神 也是五路財神的老大 會特別靈驗 所以大家記得在初一十五的時候 以前如果有拜拜的習慣 可以在今年多拜財神爺 就是每到初一十五的時候 就去這個財神廟 就造公民五路財神廟 上個香 或是補個財庫 都可以 今年會特別靈驗 那如果是開公司 初二十六也可以嗎 初二十六拜是拜土地公 所以我們剛剛講 第二個是在拜土地公的部分 今年要去哪拜 因為大家說土地公廟很多 對不對 今年呢 因為是假年 假年這個露存心 就是跟錢有關的心 它會落在這個東北方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呢 就去東北方 你這住的地方 或是你這工作的地方 東北方的土地公廟 都可以 去那邊拜特別容易有錢 特別容易拿到錢 你是說我拿指南針 然後在公司的門口 還是公司樓下 還是... 一般現在都是用Google Map Google Map 你把它打開之後 它有東南西北啊 然後你開始往下滑 去找到附近的那個土地公廟 所以我只要站著我的工作的基地 或者是我住家 的東北方 就是Google Map 看東北方 你就往東北一直看嘛 一直找一個廟宇 就這樣 找土地公廟 是 找財神廟、土地公廟 財神廟、土地公廟 土地公廟的話 我們剛剛講是初二十六 初一十五就是財神廟 對對對 這兩個都可以幫你 遭一些好運回來 沒錯沒錯 好然後再來是 我們往下是跟風水有關的 風水有關是 在2024年如果要搬家的同學 建議你呢 可以找這個潮南的房子 坐北潮南 因為今年喔 是這個夏園九運的第一年 也就是我們講禮火運 就潮南會旺的二十年的第一年 所以你找到這個潮南的房子 可以旺二十年 所以大家可以找一下 所以買房子可以耶 是房子住二十年 買房子可以 租房子也是可以的 就是盡量坐北潮南 沒錯沒錯 坐北潮南也是在住家的樓下一樓 一般來說 現在來說 透天錯是大門嘛 直接就是出去糧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住家的話 建議你現在走到你們家的陽台 手伸出去 然後打開來指南針 因為Apple的那個指南針 一般手機 不一定Apple 按Android的也是一樣 就是他都是衛星定位的 所以你就不用指南針了 你直接打開那個手機的指南針就可以了 馬上知道你房子的坐向 對對對 那如果你找不到你手機的指南針 現在都有智能助理啊 我說請幫我打開指南針 對對對 以陽台為基 你要拿出去 拿升出去 不要掉了 掉了就剛好換手機 往下拿就掉了 拿好 然後就知道自己 如果是潮南的房子 你就多住 多住他二十年 沒錯沒錯 是一個好地方 你本來想賣房 不要賣 你如果發現潮北 再去找一個房子 想換房子剛好就可以減他 對對對 就變成一個加分的一個方向 如果你房子真的也不可能換 然後也不是這個坐向 也沒關係 我們還有下一招 對再下一招是 不管你家朝哪裡 都可以這樣做 叫發財金放民財位 發財金一般來說就是你去土地公廟拜拜啊 或什麼大錢換小錢啊 拜虎爺啊都會有 一般財神廟也有 每年過年啦 你都可以請這個發財金 叫錢母 都是為了讓你多錢的很棒 那民財位是什麼 民財位其實就是 你們家的這個進氣口 一般來說是客廳的窗戶啦 最大的窗戶的正對面 然後在對面那邊找到一個角落 灰塵最多那個地方 就是你們家的民財位 灰塵最多 因為我很愛乾淨 沒什麼灰塵啊 相對多嘛 你可以看說誰積得比較快 總是有個角落會積得比較快 是喔 因為他就是風最後都停在那 他就是風一吹之後 最後都集中在那 然後在那裡就是因為他風最多嘛 所以我們這邊放發財金 就會把家裡面的風都變成財的風 所以你就會發財了 那記得不要放在地上啊 就你找一個櫃子或是一個 對一個小桌子也可以 然後就放在上面 然後你每天出門前的時候呢 動一下它 要動啊 對對對 我以為就把錢放在上面就好 你最好拿起來這樣 撒下去 再撒下去 聽到錢的聲音 聽到錢的聲音 你就會那一天就有機會 聽到錢的消息 好有儀式感 對啊 所謂的發財金 有時候是銅板 然後有時候是我們去廟裡求的 有些發財福也可以 金基也可以發那 但金幣不要拿起來丟 我會碎 不能拿起來丟 傻了對不對 你可以摸摸它 福也可以啊 就是不會丟壞的 那最好是金幣 讓它有聲音啊 那你剛剛說 潮南房子很好 那我現在就是集大城 我如果炒一個潮南的 然後是一個名財位 再把我所有的發財小物 全部放在那裡 然後每天早上出來 死吧 你就發爆了 真的嗎 我就這樣 你就這樣 老實現在也是這樣 就找潮南的房子 就不管你是數馬數虎的 數什麼都一樣 明年沒你的分的 都還有機會 都一樣很有效 很有效 大家試試看 我們現在把這次 你要傳遞給凱蒂 要發了 發發發 因為凱蒂其實過去很努力 那我們剛剛說去年一年 真的是蠻大有斬獲的 可是好像你自己 覺得名利沒雙收 對 因為可能就是很用心的在宣傳 上節目其實就是 我自己覺得是在耕耘 就等於說你要讓大家看見你 你要多付出 然後你會比較操勞 但是我實際上發現去年的收入 是我這五年最低的 這十年最低的 可是你的作品是最多耶 對 是我們投資啦 是嗎 對啊 是我們對未來的投資嘛 好 我也是想說 因為我一開始沒想那麼多 但是大家都覺得說 啊你去年那麼好 那你一定就是有很賺錢 可是我發現沒有 所以想問老師是不是就是 今年我沒有機會名利雙收 今年一定會啊 你出書是出來 所以只要你多多少少也會賺點錢啊 就是 可是沒有想 因為可能就是我也不是以賺錢為目的 就是我可能也沒有賣很貴 然後我也做了很多活動 然後有簽書或什麼 其實 投入的成本很多 所以其實我就是 可能也沒有想說要賺錢什麼的 所以我發現去年好像在 賺錢這一塊沒有這麼耕耘 我發現你節目的曝光也變多 通告應該也變多啦 對 可是還可能還沒長上去 還沒有多到可以長上去 對 而且有一些是去宣傳新書的人 有宣傳假 通告費會打折 對 下去撿上你老師的節目 沒有沒有 可是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我就覺得 那個錢反而就不重要 就是我覺得多多可能 認識老師的機會 或是被看見的機會 所以 就要上次的節目開運一樣 對 所以老師他這個思維是對的 對不對 其實我們是這樣講 就是一般來說 如果你發現你做了很多事 你也很有名 可是你沒有錢 其實大概就是你跟土地公 和財神也不是很熟 啊 我們又去見見他們 沒有拜拜他們 其實你要養成土地公 跟財神的習慣 大概多久去一次 一個月嗎 一般來說 土地公就是初二十六 所以比較勤勞一點 就初二十六去 那你相對比較不勤勞 就是初二去 所以如果2024年啊 有名上很重要 但我們希望名利雙收 老師有一些方向我們可以依循 好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2024年的整個運勢 適合開運的顏色 其實是以金銀灰白為主 來 老師 今天就是灰啊 白白白 今天穿白色 原因為什麼這樣講 其實是因為喔 今年在這個整個的 整個五運六氣圖裡面講 叫土太強 今年一整年土太強 那在八字學邏輯裡面 平衡就會發 所以土太強 我們要用金來卸 所以會用這些顏色 來我也有金 趕快加入金 金還是很好 金跟銀的話 一般來說 今年就穿金帶銀嘛 所以比較富貴 然後你拜財神也本身 也是跟金有關嘛 所以都是屬於很旺的一個狀態啦 那相對來說 除了這個金銀的設系以外 接下來我們要講一些職業 就是一些發展方向 會比較好的職業 裡面有一些喔 像因為今年是假年 假年是聯真心畫路 那聯真心 在整個紙微斗數裡面呢 就掌管了電子業 因為他的邏輯是表面光滑 但裡面複雜的 那你看電子零件都是這樣嘛 我們拿那些相機表面很光滑 然後第二個像法律 因為聯真心代表合約 合約就是表面很簡單 但背後的邏輯很複雜 然後代書也是跟法律有關的 然後再來聯真心喔 是跟什麼 跟精神戀愛有關 所以偶像劇偶像類的都很好 我覺得啦啦隊也算是 也算是嗎 粉絲隊你就投以這個精神上的這個愛好 因為我算是他們的偶像就對了 而且加油是一個精神性的東西 給人家很正面的反饋 對對對 所以也會非常好 然後再來就是外交 因為聯真心代表 外交這種法 我們講政治是一個相對比較客氣的 對不對他也比較有規矩的 所以外交也算 然後裝潢類就拉皮嘛 把這個變好 然後再來是鑽戒 鑽石這種東西是很意念的嘛 為什麼鑽石這麼貴 因為他代表這個恆久遠嘛 對他代表承諾 然後交友婚友都算是一種 愛情三個都算是一種 因為2024年是這個愛情需求的大年 大家在精神戀愛上的需求都會爆發 2024喔 對然後情歌也會很好 最後是木頭 因為木頭的裝潢是表面平的嘛 但裡面比較複雜 所以大概是這些類型 但是其中真的最好的啦 我覺得就是精神愛情的這種是最好 可是我們這行業是已經入行 可能十年五年的 我沒辦法再轉行欸 那我可以投資這些相關的行業 你可以投資 或是說你的工作類型 可以往他靠一點點 就是如果你本來是做傳媒 你也可以去多報導這一類的東西 沒錯所以今年可能貴節目 就變成兩性節目 可以啊 歡迎大家來資訊 但是我覺得凱蒂 你有沒有得到一些新的方向 我覺得你很適合偶像劇 愛情電影 或許你唱歌也還不錯對不對 而且我還一直想說老師我拉拉隊 很多人說拉拉隊到底要跳多久 跳幾年 我還想說是不是要轉換跑道 原本是想問老師說 我是不是在別的跑道上 我還有新的展獲 譬如說我可能去賣保險啊 賣房地產啊 去學習性能 就不是演藝類的了 很多朋友跟我說 你要不要去學習新的技能 譬如說去考個什麼證照 所以我之前有去考那個 旅遊證照 就是我導遊跟領隊證照 其實你很適合耶 旅遊很適合耶 旅遊也適合 對啊旅遊很適合 因為你就是一個爬爬罩 然後很外放的人 而且很需要體能 對耶 他體能很好 但是我會考那些證照 就是因為我怕我拉隊 撐不下去 就是體能到有一天臨界點 我真的在球場上 我可能撐不下去 我要換跑道 所以我原本是想說 老師有沒有建議 我可能在其他的行業 要多琢磨 還是你覺得我此生 就只適合演藝方面 給他一些方向 你的面相上面 因為額頭很拱 所以你還是很適合讀書的 讀書 所以你是能讀到碩士 但博士這個額頭 都是可以的 然後你是屬於那種 做研究會蠻出名的 可以靠自己專心的研究 很出名的 難怪人家出寫真書 他寫真書還要散文 搞不好你可以讀一個什麼中文系博士 真的嗎 我可以Connect 所以我這個年紀不算晚 就是如果四五十歲才 讀書這種東西沒有晚 很多作家都四五十歲才出名 是 年輕的時候是寫都沒有人看 四五十歲的時候 突然爆中 首相的話怎麼看 什麼樣的首相是會有錢的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首先先來看 發財的手好不好 發財的手第一個呢 是 這一個呢是相對比較難的 這個叫做雙生命線 雙生命線 對一般來說其實就是 你有兩條生命線 那生命線就是母子 這個會有一個內環嘛 這個環就是一般大家都有生命線 那只是他在裡面還有一條 那這個有兩條的人呢 一般來說是他有兩個祖先 就是說他可能除了A姓氏之外 他通常B姓氏的祖先也會照他 那這兩條如果很清晰很清晰 代表你兩個祖先照得很完整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明明一台車只有一顆電池 你有兩顆 你比別人多一顆 人家拜一個祖先祖先保佑 你拜兩個祖先 沒錯沒錯 那很厲害 那老師我這樣算有嗎 你其實算有 一段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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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 代表你的主要祖先可能還可以 但第二個祖先可能不太 不太拜的不太好 或是不太穩定 所以我就算是 算有一半 一半的 1.5個祖先 對1.5 那你兩條都很清楚的話就會更好 那有的人可能有到三到四條 怎麼會那麼多祖先 這個在大陸比較常見 是因為他們當年 因為各種戰亂或什麼原因 各種過季來過季去 所以最後就是一個人要拜全部的 但他就是好多條 那這種一般就是負二代或負三代 難怪會很發這樣 所以就是容易發啦 沒錯沒錯 這個叫發財的首相 再來我們看另外一個 是跟事業線有關的 事業線呢大家都知道是中間這一條 只是大部分人都不直啊 你可能歪歪的斷斷續續 好可憐喔 我連就是出現都沒有欸 等一下老師我們現在是說 男左女右是不是 我們看的話 對一般是說男生跟女生的話 是男左女右 然後經過三十五歲換熟 就變女左男右 但是現代人可能有點比較早熟的話 如果你十八歲就出社會了 一般你會在大概三十歲就換熟了 所以跟你出社會年紀是有點關聯 所以就是可能我們現在都要看左熟了 對對 如果我們一條都沒有 看你的年紀 看年紀 我看右手 我看右手 我們心智很早就成熟了 我們是心智 十八歲出道就看左熟了 對我們很早出來打拼 然後這個事業線 很多人說老師我沒有怎麼辦 你不用擔心啦 像我們那個很紅的骨癌 這個線風公他也沒有事業線 他那天公布他的首相嗎 他也沒有事業線 但他也很發啊 所以沒關係 所以事業線代表是你的主業嗎 一般來說事業線其實代表是組織 組織 對你會發展一個超大的組織 有超多人來拱你這樣 可是其實現在我們知道很多人斜槓 其實他根本沒有組織 是啊 他一個網紅他可能自己一個人 公司兩個人他可能就削海了 對吧 所以其實現在沒有事業線 真的不是個問題 沒有事業線搞不好還削更海 不一定不一定 因為有事業線的人喔 如果真的能那麼直喔 他一定也是 大哭大鬼 十幾歲可能就很發了 對他就很知道怎麼賺錢 然後他是很喜歡管很多人 他就在幫別人拔死把尿 之後會充滿快感 所以他喜歡管一百人 像凱蒂不喜歡管人 就必然不會有很直很難 真的有點難怪 因為我不喜歡管人 因為我覺得人情那種 你的真的很淡欸 你的事業線 對 所以我不管人 就是我不喜歡管人 也不善於就不會有那條線 對對對 欸我也有微微的一條線欸 感覺很坎坷 你那條比較短 所以就是說你小時候 可能有管別人還可以 那你長大後就不想 不知道小時候當過班長 還是學育股長 小時候可能覺得想要搞一個大的 久了覺得過得好 比較重要 對對對 不想搞那些事了 對對對 想大後就沒有想要當 對對對 風紀股長 主要會插在這裡 這是事業線 好的 這個如果事業線 又直又往上 其實真的是好事喔 沒錯 好我們再來看第三個 第三個是這個婚姻線超級長 婚姻線 但婚姻線超級長 是另外一半幫他發財 一般婚姻線就是我們手的側面 側面會有幾條這個線 小小的一條 對對對 一般是手的側面 就在這個感情線往上側面 那兩隻手都會有 兩隻手都會有 那記得一樣是根據年紀去看 男作女幼 然後35歲換手 還是這樣 還算長啦 你這算一點點 一點點 不算太長 我應該還可以 只是有點斷斷續續 你這個斷斷續續也不太行 也不太行 代表兩位還是喜歡 比較有才華的男生 而不是喜歡有錢的男生 一般很長的人 就是他們容易嫁入豪門 就是他在折偶的時候 他就會以錢為方向 他會覺得這個男生有錢 我一定要跟他 就是特別談戀愛 對 所以最長你有看過多長 最長就到中指 到中指這麼長 很長很長 那他就是很厲害 他從小就覺得 我要嫁給有錢男生 他找男生一定找這種 一定找最有錢 就是他目標很明確 我要嫁入豪門 認識朋友出去 年輕的時候 就小時候談戀愛 只找班長 班長一定有錢嗎 對 相對小時候感覺 出社會以後 只找主管 長大後只找老闆 目標很明確 非常之明確 我們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是 比較高深的首相學 這個大家回去 可以自己對比一下 周遭的朋友 叫手掌心要發光 當然不可能發成這個樣子 如果發成黃色的 這個應該賺的一億啊 最近賺的一億才會發這麼發 我可以拿螢光筆自己塗一塗 一般來說 手掌心白白的 白白的就會是屬於比較亮 你們可以對比一下周遭的同學 就在你的這個手掌心的這個 這一個部分 這一段如果比較亮 你發現有些同學就比較暗 像主持人的就比較亮 對我是亮的 因為這個亮度跟你 就是平常上班的時間的長度啊 勞力付出的程度有關 海地太操勞了 我其實後來發現 我最近看了幾個拉隊都是這樣 手都是比較暗嗎 對代表他們真是勞動 真的是很累 對然後又回到家 我們可能工作一整天回到家 因為我們還要直播 還要一直說話 所以我工作完 我有時候看時間 天常半夜一兩點了耶 就是我沒有辦法 不是我不早睡 是因為我工作時間 就這麼晚才結束 工時超長 太長了 所以我真的很難發亮 而且他的工作都是要保持很亢奮 所以就是必要時安排一點點休假 去休息一下 下一個是比較不容易破財 就是說他不容易被騙 然後可以在事業上有所突破的 是大拇指的硬度 大家可以擺擺看 就是你的這個手拇指 不然往後擺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主持人的很硬 超級硬耶 錢給我拿來 你也算 你這個有點擺 你擺的有點斜 一擺就彎了 用力 那還是可以掰 這就比較容易被騙 你這個就是很厲害 就是我比較不聽人家的話 所以騙是指感情還是工作還是冷靜 各種 就是說你容易被凹一凹 就想說好啦 耳根子會稍軟 對對對 但是現在主持人知道自己要什麼 對 他知道自己現在要怎麼做 要做些什麼 大概是這樣 那有人更軟 就是一掰整個往後就翻過去了 那種就很可怕 他基本上是被打到廣告就下定的那種 他手滑一滑就買 又再買 隨便投廣告 就會一直狂買 我真的有看過那種 已經知道這是詐騙 東西也不會很好 他就是覺得 不知道什麼看到有優惠 他就是要買 我說這可能是詐騙 他說想買就是想買 對他忍不住 耳根子就是軟到 之前我們有個朋友也是這樣 真的就是各種被騙 真的 就買到假貨 還有一個童家買三次 蛤 我想說你看不出是同一個騙你的嗎 不敢相信 可是真的是 很怕錯過啊 可是就是騙你還怕錯過 就是很難很難置信 但至少凱蒂是硬中帶軟 不會到太自然 不會到太自然 就是我正常人 但是就是意志祺沒有那麼爆牆 你的那個就是爆牆 就是死都別騙我的錢 你很不好騙 很不好騙 我很硬這樣子 所以我們縱觀一下凱蒂她的首相啊 那給她新的一年一個方向的建議 我覺得新的方向比較建議是 還是要多休息 因為她這個看起來就是休息不夠 所以都不在運上 所以還是建議在新的一年要多休息 那個職業好像很難 所以只能多吃點保養品 讓氣更足一點這樣子 還是要就是讓自己 除了休息就是保養 因為你整個人如果你太累了 你氣運不會在身上 所以你身體一旦不健康或過度疲勞 你知道你運氣是好不起來的 所以很多人一減肥就沒有運氣 為什麼 因為太累了 那我們剛剛了解那麼多 自己了解自己 還有新的一年的發展 那還有很重要的是 就是平常時我們也可以轉轉運嘛 有些開運小物 像凱蒂你自己身上會帶一些 會招來好運 我有時候出門會 譬如說我會噴一些 讓自己你知道磁場 轉換磁場 譬如說這個磁場不乾淨 我就會噴那種 有點像是類似艾草那種天然的那種植物 艾草水 類似 譬如說我們可能有時候 去的場很奇怪 譬如說山區 越野 然後要不然就是郊區 然後有時候可能還去到醫院 那種比較 磁場比較複雜的 我就會去噴那個東西 然後可能身邊的人聞到 就覺得很舒服 就是移動的端午節 對 就是我會 一直聞到艾草的味道 有時候看艾草 對我就會帶這種小物 帶在身上 然後算是有點是 像驅邪 對 進化磁場 進化磁場 進化空氣這樣 喔 所以你平常時就是三不五時 進化一下磁場 對 那有帶一些 會帶來好運的東西嗎 好運喔 我平常反而還好耶 就是好運可能 自己方面 就覺得說磁場可能比較重要 我有帶好運 你有喔 我要看老師的 可厲害喔 什麼東西 我有一個開運紅包 喔 趕快搶過來 有錢耶 超級重 好重喔 我會把各種發財金啊 就我每一年之內把所有 就是求到的福 發財福 發財金啊 上上籤啊 全部都會集中到這個紅包裡 然後戴在身上嗎 對 每天戴在身上 我褲子超重 口袋很深 口袋真的深耶 才能裝得住他耶 然後不能花 不能花 然後我平常我的護身服 就會放在裡面